第104集 卓文远却将杯盏放在手上把玩着 并没有喝 而是看着杯中的液体挑眉稳道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皇上未必乐于见到燕家和桑家强强联合 就像我之前同你说过的 现在各大家族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而你选择的联姻对象 将决定这一平衡是否会被打破 我明白 桑琪放下酒杯 又给自己倒满平静地说 可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毕竟婚事不只是制衡的工具 还是关两个人一辈子的幸福 那桑公的意见呢 卓文远又试探性地问 父亲 桑琪想了想笑道 他应该会尊重我的意思吧 也对 在这方面他总是强不过你 卓文远沉吟半赏后 贪贪手道 语气是闲散自然的 看着桑琪的目光 却复杂难言 桑琪拨弄着手边的荷花 没有注意 刚想说 那是 自己在这方面早就和父亲达成过协议 卓文远之前想说服他父亲 那完全是无用功 想到这里 忽然觉得 大概是因为这夏日的午后太安闲 荷花的香气太浓郁 眼皮一沉 一股倦意袭来 好想睡上一觉 待桑琪拂倒在桌岸上 睡着了之后 卓文远试探性地叫了他两声 见桑琪没有反应 放嘀嘀一笑 长臂一身 将杯中的液体 悉数倒进荷花池里 荷花开得紧凑而茂盛 小舟停在花丛深处 四周全是接连闭塞 遮挡住了外围的视线 家之连夜拼停静止 在无风的午后挺拔高耸 好似一堵密不透风的花墙 若是舟上的人不站起身来的话 很难被旁人看见 卓文远动作小心翼翼 收了酒壶和酒盏 将小鸡推到船尾后 扶着熟睡的桑琪躺了下来 自己则靠在他身边 半握着 撑头看他 身侧的美人睡得很沉 通体弥漫着一股水帘的清香 鹅黄浅壁的青纱剑色裸裙 轻力动人 让桑琪看起来 像是一份精致的糕点 引得人食指大动 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 卓文远的视线 从他乌黑亮泽的绣发上缓缓下移 端想着他浓密如断的结语 光滑如此的肌肤 白净胜血的鼻尖 与丹红赛过着池中最美的那朵花的唇瓣 卓文远眼眸又黑又深 仿佛在心上一份追寻已久 爱不释手 无奈主人却不肯割爱相让的艺术品 就这样注视了一会儿后 俊美的公子微弯了他暧昧风流的桃花眼 抬手轻轻拂过丧气的额头 拨弄着他的鬓发 轻叹一声 三二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话呢 美人睡得正香 没有开口回答 卓文远也知道不可能得到任何答案 只是带着几分无奈继续自言自语 如果你能让我省点心 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说是不是 说着指尖温柔的夏仪 在他的脸颊上磨缩流连 细细抚摸着他水润的柔唇 凉酒后 卓文远低头吻了上去 吻过他的额尖 吻过他的眼帘 他的鼻翼 他的嘴唇 吻过他的耳垂 一路向下 亲吻着他的脖梗 轻柔而珍重 好像在对待什么珍宝 而后一翻身 整个人将他压在身下 支起头来看着丧气 桑琪还在睡着 但单纯被他吻过后 更加红润 更加娇艳欲滴 也更加有诱惑力 朱文远微微一笑 玩闹似的抬手拨弄着 他胸前的衣巾 每次都拨开一点点 然后再松手放回去 如此循环 弄得衣巾松散 能看到脖梗以下 一片银白如玉的肌肤 卓文远便动作一顿 眸光晦暗 长腿一曲 将身子半撑了起来 肆意地亲吻着桑琪的唇 撬开背齿 吸吮着他口中的甘甜 手也不老实地 来到了桑琪的腰间爱抚 拉开他的腰带 准备进一步攻城掠地 可是就在腰带被解开一半的时候 桑琪好像在睡梦中不太舒服 猝着眉头哼了一声 挪了挪身子 轻轻抬手推他 卓文远以为自己动作幅度太大 弄疼了他 低头去看 是不是腿压到了他 这一看 目光却停留在了他衣裙下摆 见他在诗会上迎来的那个 一直收藏着没有舍得戴的玲珑环配 如今就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于是 卓文远眼底的迷醉与狂乱 渐渐退去 又恢复到了一片晦暗如深 他停了很久很久之后 才自嘲地一笑 翻身到一边 小心翼翼地把桑琪的衣衫拢好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桑琪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在船上睡着了 睡了多久 只觉得醒来的时候 头有些轻微的胀痛 胳膊酸 腿也酸 好像连嘴唇都酸了 他揉着太阳穴起身 一起来不要紧 看到自己的衣裙吓了一跳 总觉得好像衣间散开了 腰带也有些松 再加上自己身上也感觉怪怪的 灯石瞪大了眼睛 扯紧衣裳窜了起来 尖声道 周文远 谁料这一声喊出去之后才发现 青梅竹马的男子并不在身边 小舟上只有他一个人 四周是寂静的河塘 连一丝风都没有 放眼望去 只有无穷无尽的莲叶荷花 整个世界寂静无声 桑琪猝着眉 不安地站起来四下张望 出声叫道 周文远 没有人回应 周文远 你在哪儿呢 不要吓我 叫了几次之后都没有人应答 桑琪有点害怕了 他不识水性 也不会划船 把他一个人丢在这河塘深处 可叫他如何是好 正在桑琪哭丧着脸 准备拿起竹膏来 研究研究 怎么把自己运回去的时候 突然 听到水上传来了一阵波浪声 然后 小舟随着水流猛烈地晃了两晃 而桑琪处于站立状态 本来就不是很稳 这一晃 吓得赶紧俯身抓住船舰惊叫 就在桑琪悲气地觉得 自己怕是要栽到湖里的那一瞬 庆幸船终于不晃 他刚稍微松口气 便感到头顶一阵清凉 水花扑面而来 不由得又是一声惊呼 赶忙抬袖去遮 可还是被淋了一连水 他懊恼地擦去之后 才见卓文远正泡在荷花池里 不怀好意地看着他笑 卓文远的青山在水里招摇 与荷叶连成一片 不分你我 单纯好齿 眼眸柔媚 水光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光辉 他看上去活像一朵刚出水的清莲 好看是好看 但这也太遭人恨了 丧齐咬着牙撑了一句 你这变态吓死我了 说着还不甘心地蹭到船边 也俯身举起一盆水 朝他泼过去 别闹好别闹 我可是一番好意 卓文远赶忙闪躲 笑眯眯地道 边说边踩着水靠近 让丧齐帮个忙 把自己拉到船上 丧齐若有所思地 看着他递给自己的手 轻咳了一声 说道 让我拉你上来可以 但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